公元1063年 宋朝第四位皇帝赵真驾崩 年仅54岁 京城之内 上至士大夫 下至乞丐和小 都纷纷为他焚止痛苦 就连辽国皇帝耶律宏基 也悲痛不已 哭着要为赵真建一个衣冠种 以寄托挨死 由于赵真在世大夫心目中 地位太过崇高 因此当时给他定了一个 潜无古人的妙号 仁宗 自古以来 太祖太宗这样的妙号 司空见惯 然而 以人为妙号的 宋仁宗赵真则是第一个 宋仁宗之后 中国又出现了三位仁宗 分别是元仁宗 明仁宗 清仁宗 元仁宗在位九年 清仁宗在位二十五年 而明仁宗诸高赤在位的时间 却只有十个月 十个月虽然短暂 但诸高赤却达到了明朝太祖 太宗没有达到的高度 一大胖小子的人生无常 公元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当时朱元璋已经占领南京 正在和陈有亮 张世成对峙 在婆阳湖之战前 徐达收到家书 书中说徐达之妻谢氏 生下一女 此乃徐达之长女 朱元璋听闻后 还不忘吩咐妻子马氏 给徐达家中送去贺礼 六年后 明朝建立 朱元璋却还惦记着徐达的这个女儿 朱元璋对徐达说 老徐 我和你是不宜之交 君臣一心 应当结为亲家 我有意把你的长女 许配记我的四子朱棣 你一下如何 朱元璋当时贵为天子 徐达焉有不答应的道理 况且 女儿能嫁给皇子 也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所以 这桩婚姻早早就定了下来 洪武三年 朱棣被朱元璋奉为燕王 这就意味着徐达之女徐氏 将来必然为燕王妃 果然 到了洪武九年 朱元璋册封徐氏为燕王妃 正是为二人完婚 这一年 朱棣年仅十六岁 两年后 徐氏为朱棣生下一个大胖小子 让朱棣第一次感受到了 做父亲的美妙 对于这个孩子来说 他的父亲是燕王朱棣 爷爷是朱元璋 奶奶是马皇后 外公是魏国公徐达 放眼整个大明朝 他的前途都不可限量 朱元璋对这个孙子也比较重视 亲自为其取名为朱高赤 不过 当时太子朱镖仍在 燕王朱棣注定是一个藩王 这也就意味着 朱高赤的人生轨迹 最高也就是燕王世子 然后做一个安乐王爷 然而 有一个词用在朱高赤身上 非常合适 那就是人生无常 朱高赤三岁那年 随父亲到北京就范 燕王朱棣雄才大略 到了北京终于放飞自我 整日纵马将场 作为父亲 朱棣当然希望 长载朱高赤能够像自己一样 他发现朱高赤不喜欢骑马射箭 却喜欢读书写字 如果儿子是个文区星 当然也不错 但喜经不喜动 可能因为伙食太好 他渐渐变得体态肥胖 且行动不变 有时候需要两个内侍搀扶才能行动 这样的儿子 朱棣内心总有些不喜 反而是朱棣的次子朱高絮 从小喜欢武刀弄枪 颇得朱棣喜爱 因为明朝早就确立了敌长子继承志 朱棣虽然不喜欢朱高赤 但朱元璋还是封了朱高赤为燕王柿子 如果朱高赤的堂兄朱允文不削帆的话 朱高赤注定要成为燕王 但是人生无常 朱高赤最后却成为了大明朝的第四位皇帝 二 忠臣和孝子 选哪个 洪武三十一年 明太祖朱元璋驾崩 朱棣听闻后急忙起来奔丧 不料半路上被建文帝的一道圣旨阻拦 建文帝怕朱王动荡 不允许藩王离开封地 朱棣在悲痛之余 把自己仅有的三个儿子 朱高赤 朱高续 朱高岁全部派往南京 代替自己祭奠朱元璋 当时 黄泽成 齐太等人 正建议建文帝学范 而燕王朱棣是势力最强的藩王 所谓是大难徒 黄泽成建议让建文帝扣押朱棣的三个儿子 逼朱棣乖乖就范 但建文帝心软 没有这么做 后来 徐达的儿子徐辉祖 紧急求见建文帝 要知道 徐辉祖是徐达的长子 习成魏国公爵位 更是朱高赤等三人的亲舅舅 徐辉祖说 我的三个外甥中 朱高续十分凶悍 而且此人不忠 叛復 如果不杀的 将来必为大患 可惜 建文帝还是没有听从劝告 放朱高赤三兄弟回了北京 建文元年 建文帝削帆日锦 朱棣在北京起兵造反 发动静难之意 朱棣出征那天 带着次子朱高续 三子朱高岁一起出发 留下朱高赤镇守北京老巢 不料 李景龙趁朱棣不在 率领五十万大军直扑北京 当时朱高赤麾下仅有五万兵马 以一敌势 何其难也 但朱高赤没有启程而逃 朱高赤虽然胖 但他不怂 朱高赤趁着天寒地冻 连夜派人往城墙上浇水 水落成冰 当李景龙来到北京城下时 对着滑溜溜的流离城墙 竟然毫无办法 当时朱棣正从宁王那里 骗瞿朵妍三位 朱高赤的防守 给朱棣赢得了时间 待朱棣带着的妍妍三位 从背后杀来时 李景龙抱头数算 后人都说建文帝不会用人 例如 耿炳文最擅长防守 他却让耿炳文带兵去进攻 李景龙虽然是名将李文忠质子 却只会纸上谈兵 建文帝却对他信心十足 其实 建文帝也曾想过一个 府邸抽薪的好办法 建文元年 建文帝建朱棣势如破竹 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 那就是从唐帝朱高赤身上下手 建文帝趁朱棣南下之际 派人给朱高赤送了一封信 信中大谈君臣之道 并承诺 若朱高赤献出北京城归降朝廷 朝廷愿意封朱高赤为燕王 建文帝这一招非常高明 若朱高赤答应 那朝廷可直接得到北京城 失去落脚点的朱棣将不足为据 若朱高赤不答应 他便放出风来 离见朱棣和朱高赤父子 当朱棣父子失去信任时 就是朝廷的可乘之计 朱高赤接到信后 他有两个选择 第一是做朝廷的忠臣 第二是做父亲的孝子 朱高赤最终选择了后者 朱高赤没有拆见文帝的信 而是直接派人将信 转给了朱棣 不得不说 朱高赤这一招也非常高明 若是自己拆了信 恐怕很难解释清楚了 朱高赤没有想到 自己对父亲一片赤诚 父亲却不信任自己 当时 一个叫掩仙的大臣是朱棣的心腹 他听闻朝廷派人来给朱高赤送信 立即连夜出城去见朱棣 朱棣听闻后 担心朱高赤一反 打算派人去北京秘密杀掉朱高赤 正在这时 朱高赤派人将见文帝的信送来 朱棣看到书信后 对身边的人激动地说 差点误杀我儿子 如果朱高赤的信挽一步道 朱棣恐怕将上演虎毒四子的一幕 在忠臣和孝子之间 朱高赤依然选择当孝子 但朱棣却没有选择毫无保留地 相信自己的儿子 因为朱高赤只有一个父亲 但朱棣却不止一个儿子 对于追求绝对权力的朱棣来说 这就是人性 同时 这也是朱高赤委屈的地方 三 这不是一个父亲该说的话 靖南之义打了四年 朱棣带领朱高绪 朱高岁在外拼杀 他们是过命的父子 然而 打仗不仅要有冲锋陷阵 更要有人坐镇后方 毕竟 所有的兵员 粮草 武器都是靠后方圆圆供应 在靖南之义中 朱高赤所担任的就是这个角色 但是 事成之后 人们总会记得 第一个攀上城楼的士兵是谁 却无人记得 这个士兵手中的钢刀 是谁送来的 这也是朱高赤的无奈 简文四年 靖南之义到了最紧要的关头 朱棣率领大军兵临南京城下 和朝廷的大军奋勇抵抗 朱棣疲力尽 仍然无法攻破 这时 朱棣抚摸着次子 朱高绪的肩膀说 免之 世子多急 朱高绪听完后 像打了鸡血一样 带兵顽命向前冲 终于杀开一个口子 朱棣得以攻入南京 后来 见文帝失踪 朱棣登基 朱棣对朱高绪说的这句话 意思是说 加油吧儿子 你大哥身体不好 换句话说 你大哥身体不好 他夭折之后 你就是我的继承人 后来朱高尺来到南京 听说这句话后 不知道有多委屈 正是因为受这样的暗示 朱高绪才信心满满 也为他几乎笃定 他就是父亲心目中的继承人 朱高绪或许没想到 朱棣亲自在他心中埋下的种子 又亲自挖掉 朱棣登基之后 并没有立即将当年的燕王世子 朱高赤立为太子 按理说 立朱高赤名正言顺 之所以不立朱高赤 就是因为他在犹豫 也为朱棣觉得朱高绪死阵 又在静南之役中攻城拔寨 立下不是职工 但是 渐渐地 朱棣发现朱高绪不仅仅是勇猛 而且有些凶悍 甚至有些无法无天 一个有雄心的皇帝 是不允许太子 也同样有雄心的 毕竟 当年唐高祖李渊 就这样被儿子逼成了太上皇 再加上受传统敌长载制度的影响 朝中文臣都支持朱高赤 谢尽那一句 好圣孙也起到了作用 也为朱高赤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儿子 朱棣基 就这样 朱棣终于决定立长载朱高赤为太子 永乐两年 朱棣立朱高赤为太子 将朱高绪派到边疆 朱高绪不服 他问朱棣 父皇 我有什么过错 你怎么忍心将我赶到万里之外 你当年不是说 朱棣 我说过吗 是不是你理解错了 朱高绪一脸茫然 带着满腔愤恨离开了南京 离行前 他瞪着哥哥朱高赤 仿佛在说 我还会回来的 朱高绪不甘心 他在朝中广直亲信 常常以唐太宗自比 多次挑拨离间 陷害朱高赤 而朱高赤呢 默默忍受 当朱高绪犯事的时候 他还为弟弟求情 所以说 不管是做君主 还是做兄长 朱高赤都配得上一个人字 四 监国二十年 换来十月天子 永乐七年 朱棣亲征蒙古 无暇顾及政务 他决定把大明朝的具体事物 交给太子朱高赤 让朱高赤来担任临时 CL 但是 朱棣毕竟不放心儿子 他把政务交给儿子 却把君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朱高赤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 到很晚才睡觉 他想一展拳脚 但又怕父亲多心 朱高赤的坚国生涯 就这样忐忑 朱高赤将朱棣留给他的杨士奇 杨荣 简义 夏元吉等人 都当成自己的老师 遇事不吝请教 他爱护百姓 尊重大臣 满朝称事 为了配合父亲的郑和夏西洋 朱高赤特意设置了 河南卫和提举司 为了解决 常年打仗带来的亏空 朱高赤成立了陕西查马寺 朱高赤还派人解决曹运问题 修筑河口 太肯荒帝 修缠粮仓 总之 太子监国期间 他几乎没有劣迹 朱棣多次远征 朱高赤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内 监国多达五次 从南京到北京 他除了要帮父亲 管理好大明朝外 还要应对弟弟的攻击 与此同时 他还要面临 父亲多次对自己的怀疑 但朱高赤没有怨言 他知道 做太子的 或许没有委屈 但天底下做儿子的 一定都有委屈 所以 面对朱棣的一次次质疑 朱高赤表示 我只要当一个孝子就行 至于其他 我只求问心无愧 永乐二十二年 朱棣在第五次 征讨末北的归途中病逝 杨荣 张府的老臣 担心朝局不稳 一方面密不发丧 用千筒将朱棣的尸体密封 阳庄城什么都没发生 一日三餐正常禁用 另一方面 派人立即回京 通知太子朱高赤 朱高赤听闻父亲驾崩 立即派儿子朱瞻基 去迎接父亲灵救 然后封锁京城 并且从监狱中 释放被朱棣关押的 下园级等粮臣 向他们问及 永乐末期 朱棣穷兵独武 正和下西洋 更是让大明朝不堪重负 朱高赤登基后 立即下了三道命令 阵级灾民 减免百姓赴税 停止正和下西洋 和去云南 越南采买等事务 有大臣建议 把这些粮食借给百姓 而不是送给百姓 朱高赤劈头盖脸 把大臣臭骂一顿 因为此时的朱高赤知道 天下的臣民 都是明朝的臣民 他要做一个爱民的君王 朱高赤的这些操作 效果很显著 在几个月的时间内 明朝的百姓 渐渐恢复了生机 所谓的人宣之志 从这时开启了大幕 朱高赤在爱民的同时 还懂得任用贤能 他性格宽忍 大臣向他提意见 从来没有遭到过报复 这种性格 恐怕只有宋仁宗 能和他媲美 另外 朱高赤还下令 给建文旧臣平反 也为他知道 同是操歌 相间合集 这是大明朝的创伤 他不面对 历史总要面对 朱高赤改变了 明朝内阁 只被顾问的权限 正是赋予内阁成员参政 票你的权利 明朝真正的内阁 其实是从朱高赤时代开始的 当时杨士奇 杨荣 杨浦 夏元吉 金又姿 黄怀等 都是非常优秀的俯臣 他们保证了 大明朝的积极运行 后人把明朝内阁 说成僵化的代名词 其实 朱高赤发明这套体制是好的 只是后人把它用坏了 五 爷爷看孙子 父亲看儿子 朱高赤在当太子期间 心理压力很大 再加上他身体本身就不好 于是 在登基不久后 朱高赤的身体就出现了一样 公元1425年 朱高赤的生命戛然而逝 年仅47岁 他实际掌控大明朝的时间 只有十个月 这么短的时间 他没来得及一展拳脚 这才是他心中最大的委屈 自朱元璋建立明朝以来 明朝百姓虽然得到了休息 但政令仍然十分严酷 朱地静难之后 浩大喜功 迁都 下西洋 北征南法 明朝百姓承受巨大的负担 朱高赤虽然没有朱元璋 和朱地那样的军事成就 但对明朝百姓来说 这样的皇帝 才是他们最渴望的皇帝 所以说 朱高赤达到的政治高度 是他爷爷朱元璋 和父亲朱地 所不曾达到的 天不假年 若老天再借给朱高赤二十年 唯唯大明 定能到达一个 前所未有的辉煌